高岳 爬山好累啊 我们在哪里录音啊 那边人少 录音空间大 我们去那边吧 终于到了 高岳 我们开始搭帐篷吧 好 兰熙 这儿的风景真不错 我帮你拍张照吧 用你的手机 好 你站那儿 好看 你转过去背对着我 好 我给你看一下 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啊 沈兰熙 你真傻 就这么直接出了的答应跟我录音 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 还有天忆和飞飞他们 好想他们呀 对了 高岳 你回国以后想去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就是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吧 我又不像你有这么好的家事 一回国就可以接替省市集团 我都看到新闻了 你说什么呢 家事又不是人可以决定的 相比之下 我更羡慕你呢 你善良聪明 而且你的成绩一直是我们班上最好的 可是 我更羡慕你啊 哎 对了 兰熙 我们来一次毕业旅行吧 我还买了一套姐妹装 到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还可以穿上 毕业旅行 还是姐妹装 好啊 好啊 高岳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去爱尔山云 爱尔山 好啊 好啊 我还从来没有露营过呢 沈兰熙 你别怪我 我想要你这张脸很久 沈兰熙 你这张脸 还真是不错呢 哼 这个天爷 刚跟我分手没多久就结婚 真是个喜新厌旧的男人 分手吧 我才刚回国一个月 你就要跟我分手 对 我想好了 好 你别后悔 本小姐可不吃回头草 她该不会发现 我不是真的沈兰熙了吧 不行 这件事有些蹊跷 我得去婚礼现场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有请新娘入场 新郎请上床 蓝希 蓝希 我们第一次见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蓝希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苏雅琪啊 你的初中同学 初中同学 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难道 你不是沈兰熙 你不是沈兰熙 你瞎说什么呢 我就是沈兰熙 我开个玩笑嘛 别那么激动 毕业那么久了 你不认识也很正常 雅琪 咱们还有好几桌酒没进呢 你先过去吧 嗯 我先去端杯酒 冯天忆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就跟别人结婚了 蓝希 我跟雅琪结婚 是有苦衷的 冯天忆说有苦衷 看来他并没有发现 我不是沈兰熙 不过他说的苦衷是什么呢 今天好险 没想到苏雅琪 竟然是沈兰熙的初中同学 我记得好像有一张 初中毕业照的 找到了 苏雅琪 苏雅琪在哪了 哎 怎么可能 这是苏雅琪 没看错 这么说 沈兰熙确实有个初中同学 叫苏雅琪 但是怎么跟我白天看到的苏雅琪 完全不是一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心苏雅琪 小心苏雅琪 你是谁 我是冯天忆 明天早上十点半 老地方见 是冯天忆 是冯天忆 老地方 老地方又是哪里啊 啊 我记得沈兰熙她和我说过 她和冯天忆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就在沈氏集团的一家咖啡厅 如果这个人就是冯天忆的话 那应该就是在那吧 终于找到 原来是这家 沈氏集团怎么这么多家咖啡厅 你来了 说吧 你发短信找我来 什么事 没事无藏续冰 我才不喝这么苦的咖啡 你之前不是最爱喝这个咖啡吗 哦 我的意思是说生活本来就很苦 就不喝很苦的了 沈大小姐也会觉得生活太苦了 好了 别开玩笑了 说吧 找我来到底什么事 好 素雅是对你和沈家最近有想法 我和沈家 她能有什么想法 这个我也不确定 但是 我估计和你的接任一世五 你是说下个月沈氏集团会审了 为我举办的接任一世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我也不确定 但你和雅琪多年不联系 可这次的婚礼 她就坚定地要给你发婚礼请柬 而且她并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是她给我发的请柬 所以我才觉得又古怪 素雅琪最近对你和沈氏集团格外的关注 难道她是想在我的接任一世上给我使绊子 趁机搞破坏 这个我会帮你多加留心 你自己小心一点 我这次过来也是好心提醒你的 你自己多加小心 这就走了 苏雅琪和沈兰西只是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 她应该没有这么快能认出 我不是真的沈兰西吧 那她应该是要针对沈氏集团不理 那她和沈氏集团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她那天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不行 不管是针对我还是针对沈氏 我都要调查清楚 初中同学会 这是个调查苏雅琪的好机会啊 喂 周远 这次同学会是什么时候啊 沈大小姐 你可是一直都不来参加同学会的 怎么这次突然有兴趣了 你把地址发给我 没问题 沈兰西 这里 周远 怎么 不认识我了吗 快进去吧 大家都到了 沈大小姐啊 这次居然赏你来参加咱们这次聚会了 真难得 咱们毕业之后啊 可是很少见面了 你和叶燕成也好久没见了吧 初中那会儿你俩 大家可都知道啊 叶燕成每年都组织同学会 恐怕就是想见到沈大小姐吧 可惜啊 沈大小姐之前一直不给面子 好了好了 你们就别开他玩笑了 沈兰西好不容易来这一次 是啊是啊 诶 苏雅琪怎么样啊 怎么了 沈兰西 你怎么突然想起苏雅琪了 你和她后来有交集吗 有啊 我前两天还去参加她的婚礼了呢 啊 苏雅琪都结婚了 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 初中毕业之后就再没跟她有联系了 不过那会儿她跟胡荣走得比较近 沈兰和苏雅琪毕业之后一次也没参加过同学聚会 所以就多力联系了 以前上学的时候苏雅琪就挺安静 后来听人说她也出国了 后来就不知道了 这么说她婚礼只邀请了我一个人 这怎么可能啊 还有我 我也收到了苏雅琪的结婚 只不过假如那天我有事 我就没去 哦 这样看来 她不止邀请我一个人 不过话说回来 我前几天还碰到苏雅琪本人了 她跟之前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什么 哎 雁辰 你说前两天看到了苏雅琪 那你看看 是这个苏雅琪吗 是她 果然 她没骗我 她还真是沈兰西的初中同学苏雅琪 哎 雁辰 那你说苏雅琪跟从前不一样了 她哪里不一样了 前几天我在路边等车的时候 我就看见苏雅琪和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男人 叫她苏雅琪 我还想回头打个招呼的 结果我发现 她的样子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而且好像我也不认识我了 我跟她对视的时候 她毫无反应 感觉像是陌生人 是不是怎么回事 不过 都毕业这么多年了 她不认识我应该也很正常 也许是吧 那我就先走了 哎 等一下 过三天就是伯父的生日了 你替我问个好吗 我 我爸的生日 是啊 蓝琪 你在国外受刺激了吗 怎么连沈伯父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才没有呢 我能受什么刺激啊 我在国外好着呢 前几天 我看新闻听说了 就你们学校有个失踪啊 果然国外也不是很安全 我不知道什么新闻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注意安全 还好夜眼沉提醒了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爸爸 你怎么不信你妈妈的生日啊 嗯 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我并不知道她的生日 哦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啊 不过我爸爸很爱我 给了我全部的爱 所以我很幸福 好久不见 蓝琪 只不过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是蓝琪吗 小姐 你怎么有空过来看老爷啊 您回国之后啊 今天是第一次来看老爷吧 嗯 爸爸呢 老爷啊 在楼上换衣服呢 他知道今天你要过来 高兴得不得了啊 王叔 把这水果洗了端给爸爸吃吧 好的 小姐 哎呦呦呦呦呦 把你睡来的啊 爸 这不是刚回国不久 忙着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 加上又在倒时差 所以 不过爸 你马上要生日了 我可记着呢 这不是过来看你了吗 算你还有点良心 还记得老爸的六十大寿呢 爸 你这次六十大寿准备怎么过啊 小姐 枣子洗好了 爸 吃早 你出国这么多年 你都忘了老爸 不爱吃早的 对不起爸爸 是女儿太馋了 都忘了您不爱吃早了 只要我女儿喜欢吃就行 我的六十大寿呢 我准备办厂家宴 宴亲警察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家宴 那爸爸 您都会邀请谁啊 主要是审视集团 这些年在景城的合作方和老友 那些啊 你老大不小 爸爸应该退休了 我下个月将为你办一场 风风光光的接任仪式 以景城赐上晚会的名义 在晚会上 正式宣布你为审视集团的接班人 我相信在你的带领下 审视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爸爸 我一定会努力的 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吗 可是苏雅琪的阴谋到底是什么 不行 我一定要尽快揭穿她的阴谋 不能在接任时出现任何插作 燕成 这里真的是苏雅琪的家吗 应该不会错 自从你上次问我之后 我就问了好几个初中同学 打听到了 不过 你为什么对苏雅琪这么感情趣啊 你们两个找谁啊 哦 我们是苏雅琪的初中同学 请问苏雅琪是住着对面吗 啊 怎么了 难道我们走错了 没有 这里 的确是苏雅琪的家 只不过她已经 二位有何贵干 哦 我们是苏雅琪的同学 我们想来她家拜访一下 苏小姐今天不在家 但是老爷和夫人在 二位要进来吗 好 请进 邻居刚刚的反应 怎么这么奇怪 沈小姐里面请 我这就去给您找老爷和夫人 嗯 好 叔叔叔阿姨好 我叫沈兰西 是苏雅琪的初中同学 叔叔阿姨好 我是叶云辰 也是雅琪的初中同学 沈兰西 你是沈家的大小姐 是的 叔叔 你认识我 哦 我和你爸多年前就相识了 我们苏家一直仰仗着沈家呢 你今天过来是找雅琪吗 啊 对 叔叔 但是我听说雅琪今天不在 对 雅琪结婚了嘛 所以她不住这里 结婚 看来是真的 是 前几天我还去参加了她的婚礼 哦 我去倒杯水啊 你们先坐 对了 叔叔 你方便给我一下雅琪的电话号码吗 婚礼那天走得太匆忙了 我都没来得及跟他们打招呼呢 哦 我去拿手机看看 怎么连自己女儿的手机号都不记得了 苏雅琪一家怎么怪怪的 老人家嘛 可能记性不太好 坐吧 诶 这是什么 这 不是初中毕业照上的苏雅琪吗 那现在这个苏雅琪是谁 呃 有可能 苏雅琪最近整名了 整容 嗯 真的吗 手机号码我已经找到了 你记一下 好的 叔叔 刚刚苏雅琪还留着苏雅琪的照片 看来我真的想多了 苏雅琪真的整容了 应该是 哎 没听伯父伯母说吗 苏雅琪已经结婚了 哎呀 你应该是想多了 不对 刚刚邻居的反应不对劲 苏雅琪一定有问题 怎么还是你俩呀 阿姨 你在这边住了多久了 得有二十多年了 怎么了 阿姨 刚有件事想问问你 你刚刚说的 阿姨呀 你们俩不是已经去过苏家了 还来问我干什么呀 阿姨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不是 这是谁呀 这不是苏雅琪吗 不是 苏小姐呀 可漂亮了 这个人呢 没见过 可是 哎呀 没什么事的话 你俩赶紧走吧 我还要做饭呢 对 刚刚邻居阿姨的反应 说明苏雅琪一定有问题 即使苏雅琪整容成了一个美人胚子 但是二十多年邻居 也不可能认不出苏雅琪 也认不出来他以前的样子 苏雅琪 你到底是谁 阿姨 你也辛苦一天了 呃 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 嗯 没有了 变成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哎呀 这是哪的话 我以前可没少当你跑腿 你还记得吗 你出楼的时候 一直想吃小麦布的那个冰淇淋 还是我帮你买回来的 呃 我记得 要不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报销这几年 你给我送冰淇淋的跑腿费了 好 一言为定啊 嗯 那你早点休息 我这边正好有一些事 需要忙 我就不送了 OK 拜拜 拜拜 苏雅琪果然有问题 冯天忆前两天提醒过我 也不知道他现在了解的怎么样 得打电话问问他 喂 南希 找我有什么事吗 喂 冯天忆你在哪 我们见一面 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 关于苏雅琪的 好 那半小时后 老弟房间 嗯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南希 找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我今天去了一趟苏家 你去了苏家 我发现苏雅琪的身份很可疑 在苏家偷偷藏起来的一张照片 和我前几日在家翻出的初中同学毕业照上的苏雅琪是同一个人 但却和你家那位苏雅琪判若两人 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这确实有问题 会不会是他整人了 或者是用了什么其他的手段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邻居的反应很可疑 我把之前的照片拿给他看 他邻居说不认识他 这确实不对劲 要不试探一下苏雅琪 或者 让他自己落手麻较 我得接近他 这事就拜托你了 苏雅琪老公 对了 明天我会和雅琪去黄茂商城 去给沈博夫调个生日和你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黄茂商城 好 喂 叶叶辰 你们去了苏家 冯天忆说他们还有十分钟到 我先去给爸爸挑礼物 这次偶遇 我要好好跟苏雅琪叙叙叙旧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有没有送给父亲的生日礼 您可以看看这些东西 这个怎么样 帮我把这些还有那些都包起来吧 好 南希 这么强 南希 你怎么在这 我过来给爸爸挑选生日礼物 我们也是来给沈博夫选礼物的 对 你们和沈氏集团有联系 苏家是沈氏集团下的一个小小合作商 不知道也很正常 爸爸没跟我提起过 早知道这样 初中的时候说不定更近了呢 我初初那会儿因为长相 一直很尊卑 不敢说话 躲在脚落里 更别说和你这样闪耀的大小姐当朋友了 长相自卑 才没有呢 你现在明明很漂亮啊 我那会儿长得并不好看呀 你没有印象了吗 才没有 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偷偷告诉你啊 你可别告诉别人 我找荣了 这个呢 是我的整容报告单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我还怕天忆知道这件事情会不高兴吗 你只就没敢告诉他 不过啊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应该不会介意的 对吧天忆 嗯 冯天忆 你还真是个好男人呢 苏雅琪真的是整容了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但是 就算是这样 那天冯天忆说苏雅琪的真实目的 其实是跟今日仪式有关 那会不会跟我也有关系呢 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苏雅琪 约他出来见一面 顺便探探口风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最后再拨 怎么是空号 他爸爸为什么给了我一个空号 他到底想做什么呀 这一家人究竟想干什么 哎 燕辰 你方便帮我约一下苏雅琪吗 就以初中同学的名义句一句 呃 可以啊 不过 苏雅琪爸爸不是给了一个号码吗 怎么还是让我约 他爸爸给了我一个空号 这怎么可能 是不是苏伯父搞错了 作为父亲 连自己的女儿的号码都会搞错吗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是故意的 喂 燕辰 搞定了 我费了好大一顿功夫 终于找到了苏雅琪初中最好的朋友孤荣 孤荣帮我联系了他 明天晚上 咱们几个一起吃顿饭吧 苏雅琪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你想要对我做什么 雅琪 昨天我和燕辰冒昧去了趟你家 见到了你爸爸妈妈 我现在和天一住在自主家了 很少回去了 我找你爸爸要了你的手机号 我本来想亲自约你 结果打过去是空号 雅琪 为什么你爸爸给我的手机号是空号呢 我前段时间手机丢了 换了手机 换号码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爸妈 哦 这样啊 不说了 联系上就好 联系上就好 话说 兰西 你就不考就考虑原成吗 他可是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你啊 啊 我暂时不想谈恋爱 说起来雅琪 你老公真的挺帅的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闪婚吗 呃 不是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三年了 这么久啊 沈兰西出国也就三年 这么说他一出国 冯田一就出轨了苏雅琪 没想到这种狗血事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诶 沈兰西 话说回来 你出国也有三年了吧 诶 兰西 听说你也在国外留学 都学到哪些地方玩 啊 学习时间很紧张的 都没有很多时间出去玩的 不过我回国前去爬个次山 爬山 你约着吗 爬山 你 你一个人吗 诶 兰西 你想什么呢 啊 抱歉 刚刚是在想那次去露营的事情 我是和一个朋友去的 男朋友吗 是一个女生朋友 女生 是华人吗 对啊 你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感兴趣啊 不是 我只是很好奇 你们国外留学生活 哦对了 那个女生回活了吗 她现在在哪里 她 她没有 她不会回来 刚才好久没见了 这段过去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们在这等你 兰西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 雅极好像很好奇啊 你们认识吗 不可能 那个朋友 已经失踪了 是你 失踪啊 对 你上次问我关于失踪女孩的事情 就是她 就是她 原来国外这几失踪案 跟你也有关系 不过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我之前怕你担心 所以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不过我已经报警了 国外警察也一直没有找到人 咱们走了 好 走吧 你怕猫 是啊 哎呀 野猫突然串出来 可以下个肚子路上 嗯 人没事就好了 那我们走吧 走吧 苏雅齐刚刚说她怕猫 那为什么以前不怕 难道 蓝希 你说苏雅齐有问题 什么问题 苏雅齐不是苏雅齐 这什么意思 我要到了苏雅齐闺蜜胡荣的联系方式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她 马上就真相大白了 你是 我是沈蓝希 蓝希 你怎么突然联系我了 胡佬 希雅齐回国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前阵子她结婚我还去了呢 你不是也去了吗 什么 难道是我误会了 啊 什么误会啊 没什么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等会我还有课呢 先挂了 看来 没什么问题了 看来 是我想多了 虽然苏雅齐的身份没问题 但我们还是不能调理切心 好了 马上就是我爸的生日宴了 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生日宴我会跟苏雅齐一起来的 但毕竟还不知道雅齐的目的是什么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你自己多加小心 如果苏雅齐的真实目的是审视集团 那他一定会在生日宴上接近我吧 我得盯住他 两位里面请 你们来了 安西 伯父呢 在那边 那我们先过去温身好 把礼物给伯父 嗯 安西 安西 真是你啊 回国了 啊 您是 我是胡隆的叔叔 不记得了 啊 我是你张伯伯 一直在你爸爸和他们为工作 老员工了 从小啊 看着你长大的 这长得长得就成大姑娘了 越来越漂亮了 啊 我当然记得 你刚刚说你是胡隆的叔叔 胡隆是我亲侄女 哎 你们还是初中同学啊 不记得了 啊 胡隆啊 现在在审视集团上班 还是个小志愿 你啊 我时间都帮着帮助他 啊 张伯伯 你刚说 胡隆在审视集团工作 对啊 怎么了 胡隆不是跟我说他在上课吗 怎么张伯伯说他是审视集团的职员 难道是健身课之类的 可是今天明明是工作日 我得再确认一下 没什么 张伯伯 呃 你可以给我一下胡隆的联系方式吗 正好和老同学想多叙叙旧呢 可以啊 你们老同学是该联系一下 人事间呀 只有同学的关系最纯 来 我把号码给你 走 把电话发给你了 谢谢张伯伯 哎呀 谢什么 你忙你的吧 啊 嘿嘿 怎么回事 两个号码完全不一样 难道叶燕成给我的是一个假号码 他不是一直喜欢沈兰西的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不会和舒雅齐是一伙的吧 果然被我猜中了 他去我爸的书房干什么 我得跟过去看看 什么接任仪式 什么保密 他们在商量什么 该不会苏雅齐的阴谋 是想在我下个月的今日仪式上做手脚吧 难兴 你怎么在这 我刚想问你 雅齐在哪 难兴 你在门口干什么呀 爸爸 你们刚在聊什么呢 没事 他是 一直以审视合作的苏家的苏雅齐 我们正聊工作的事呢 是啊 我正在和伯父聊合作上的事呢 不过 兰西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紧张啊 嗯 有吗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看人家雅齐都结婚了 你呢 成立像个小孩子似的 你是不是找个男朋友 让爸省省心呢 哎呦 爸爸 我要找 肯定比苏雅齐的男朋友好 走吧 跟胡蓉约好了见面的 都这个店了 他怎么还没来 沈兰西 抱歉啊 路上连堵车来晚了 你是 胡蓉 是啊 你不认识我了 我 和你以前 变化很大吗 啊 没有 我只是刚回来 很多同学都不记得了 也是 不过 你还是跟上学的时候 一样好看 昨天 张伯伯还跟我提起你了 说 你回国了 你今天 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嗯 我刚回来不久 对了 我还去了趟初中同学会呢 你还记得 燕成和周元他们吗 记得 他们都有我的联系方式 去年过年的时候 燕成还给我们班 每个同学都发了新年祝福呢 那他最近有跟你联系过吗 嗯 没有啊 他最近没有联系我 叶燕成果然是骗我的 他根本没有和胡蓉联系过 那苏雅琪呢 你们还联系吗 初中那会儿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了 苏雅琪前阵子结婚 你没去吗 结婚 什么结婚啊 你不知道吗 他前段时间结婚 我还去参加了呢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雅琪他 他已经去世了 什么 你是说 苏雅琪已经死了 我前两天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怎么可能死了 我说的是真的 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他之前得了绝症 出国治疗 但是也没有治好 回来后 不久就运势了 我要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他有什么兄弟姐妹吗 雅琪说 他是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那现在这个女人是谁啊 你看 他是谁 你见过吗 我认识啊 我前两天还去看了他的爸爸妈妈 那他的父母为什么说 他就是苏雅琪 叔叔阿姨可能年纪大了 又经历了丧子之后 所以才 苏雅琪 苏雅琪 那你知道他的目的在哪吗 我知道 你看 你看 这就是雅琪的目 苏家低调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也没有通知别人 只有极少数 像我们这样跟雅琪 关系好的朋友才知道 这里的鲜花 叔叔阿姨 还是来经常看雅琪的 或许是他们准备的吧 这是怎么回事 连苏雅琪的爸妈也骗我 他们费尽心机让我找不到证据 却还是阴差阳错 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胡容 这个假冒的苏雅琪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不是发现了我的秘密 不行 我得再去一趟苏家 哎 沈小姐 你怎么来了 请问苏伯父 苏伯母在家吗 在沈小姐里面请 我去给你叫人 沈小姐 先坐吧 我去给你叫人 果然把照片收起来了 温戏 你是来找雅琪 不 我是来找你们的 找我们 那你是有什么事吗 你们的女儿 苏雅琪 是不是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雅琪结婚了 没在家里住 这 怎么就去世了呢 是啊 你不是还是参加她婚礼了吗 怎么莫名其妙的问了这么一句话 上次给我的手机号码是婚号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你们别再演戏了 雅琪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别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我联系到了真正的胡龙 他带我去了你们女儿的墓地 你们的女儿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你去了墓地 不错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你们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雅琪 雅琪 的确去世了 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那是怎么样 八年前 雅琪得了绝症 去世了 我们私女心切就收养了一个孤儿 把她当成雅琪养 把雅琪的一切都给了 孤儿 她也是 也是 那戏 你又不是孤儿 为什么会这么问 没什么 你们刚说的孤儿院在哪里 还有记录吗 时间太久了 我们也不记得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你骗人 你们为什么要和这个冒牌 会一起演戏来骗我 她要对审视集团不利 我不能做事不管 对审视集团不利 怎么可能呢 我亲耳听见的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只要你们告诉我 苏雅琪到底是谁 陈小姐 请回吧 我们要休息 他还是不打算说了 既然如此 审视集团将不再和苏家有任何合作 审视绝不允许有苏家这种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图对审视不利的合作方 我们苏家 我们苏家光明磊落 更何妨 苏家跟沈远 怎么合作 是沈总决定 苏家这种外人 怎么可能影响我父亲的决定 另外 我父亲已经决定让我接管沈氏 马上就会举办接任仪式 没有了沈氏 苏家就等着破产吧 你说谁是外人 你能不能接管沈氏还是个问题 你说谁是外人 你能不能接管沈氏还是个问题 你说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 少说两句 沈小姐请回吧 虽然知道了苏雅琪是个冒牌狐 但他究竟是谁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是沈氏机 如果只是针对沈氏集团这个继承人的位置 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那倒是没事 毕竟 沈兰西爸爸亲口说过的 要让我 接任沈氏集团 他们这些雕虫小鸡 倒也影响不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 不过 那天苏雅琪跟沈兰西的爸爸到底在密谋室 他们不会发现我了吧 不行 明天我得去他爸爸那里 探探口服 哎呀 闺女啊 你怎么今天想到接爸爸到公园里来走走呀 这不是想让您多走走多补补带吗 对了爸爸 我出国之前不是老带您来吗 是啊 可是你出国之后 只有你王叔陪我出来走走咯 是啊小姐 您出国之后 每次老爷祥宁的时候 都拖着我到公园里散步 一边散步 还一边颠倒 你说小姐 过得好不好呢 是啊 我就知道爸爸对我最好了 哎 爸爸 那天那个苏雅琪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哎 你怎么关心这个呀 难道担心爸爸会害你的什么啊 嗯 那当然不是爸爸会害我了 是那个苏雅琪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其实他现在的老公 就是我之前的男朋友 竟然有这一事 哎 我都不知道我的兰西还谈过男朋友呢 哎呀 苏雅琪是不会害你的 放心 有爸爸在的 这么优秀 我相信以后会找到更好的如意郎君 有爸爸在 我当然放心了 爸爸 你觉得我能很好的接管沈氏集团吗 我的女儿 当然可以了 不会有人不服吧 谁要是敢针对我女儿 就不怪我不顾及往日的情分 爸爸 你说的友人是谁 哎 对了 兰西 怎么没听你提起那个菲菲啊 菲菲 是的 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不是总是跟你一起 形影不离吗 我出国太久了 好久没联系了 哎 爸爸我们走吧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就算分手了也不必这样吧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沈大小姐 哦 不过正好 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菲菲告诉我 她会出现在你的下周接任仪式上 给你一个惊喜 不过她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分手 不想她以后 就没有这个必要再来找我了 菲菲 惊喜 怎么了 啊 我只是在想 她会给我什么惊喜 菲菲 她跟你的关系 一向要好 我想 应该会是你不知道的 大惊喜 哦 这个我自然知道 不过 那天我会很忙 就麻烦你去接下她了 这个没问题 轮到你了 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我发现 苏雅琪果然是假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要到了真正的 胡荣的联系方式 苏雅琪其实已经去世了 我想不明白的是 苏雅琪的爸妈 为什么要配合这个冒牌 或一起演戏 连你也被骗过了 更没想到的是 我的初中同学叶燕成 居然好像也跟她是一伙的 那这个苏雅琪 究竟是谁 她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但是现在没有结果 这可能 跟我的接任一事有关 但是我搞不懂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还有我的初中同学叶燕成 她好像也掺和进来了 这件事 比我一开始想的要复杂 这样 咱们分头行动 你去查查叶燕成那边的情况 我负责盯住这个假冒的素雅琪 也好 之前说好要请你吃饭的 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 阿西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帮你都是应该的 那倒是 毕竟你一直喜欢我的 对吧 今天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还有件事想问问你呢 什么事 随便问 叶燕成 你为什么要帮冒牌 苏雅琪骗我 你在说什么 你还要跟我演呢 你为什么给我个假的 胡容的手机号 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 现在的苏雅琪 不是真的苏雅琪 你帮这个冒牌 或演技来骗我 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其实你现在喜欢的人 是他不是我 可他都已经结婚了 叶燕成 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从来都没喜欢过别人 这么多年 我喜欢的人永远都 我喜欢的人永远都是 闪了心思 这句话终于说出口了 但是 却没想到用这样的方式 和这样的场合 既然你喜欢的是我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没有为什么 我该走了 今天这饭就吃到这了 上月爱国外处爬山后 失踪的女留学生尸体 已经在山岳查本上到 警方根据尊身义务和证件 初步鉴定为本市 某留学生高某 如有高某相关信息 请以本市警方联络 怎么会梦到这个 是因为白天那次新闻吗 没事的可怜 一切都是天衣无缝的 他们不会发现的 不过 不过 是应该回家看看 你是 我叫沈兰西 沈小姐 是我有什么事吗 跟高某 跟高某是在国外留学的室友 听他说家主这边 本来回国之后就早该来看看的 但是又怕伯父公母伤心 所以 沈大小姐 请进来说话 提前不知道沈大小姐大驾光了 家里都没准备什么好东西 实在不好意思 沈大小姐 咱们这边 沈士的千金吗 是的呀 哎呀 沈大小姐 怎么不提前说呢 来快请坐 我就来看看就走了 你们 都看新闻了吗 怎么一个个都跟没事人似的 她死不死的 跟咱们下有什么关系 让沈大小姐见笑了 高某 没想到她和沈大小姐是朋友 现在她出现这种意外 那也是她的病 是啊 这高月啊 就是个下见恋人 所以你们就这么无所谓吗 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实不相瞒 这高月 本来就不是我们亲生的 是领养的 算不得一家人 是啊 这个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呃 我们把高月领养回来之后 就过了几年 就生日高宇 哎 不过没了她 咱们家谁干苦力活挣钱呢 哎呀 沈大小姐 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家高宇 在沈氏集团安排份工作啊 那你们看来 养女的命就不是命吗 你们亲生儿子才是最重要的 对吗 这沈大小姐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高月算是 在咱们家 他就是个奴隶 高月这孩子也是可怜 本来就是个野孩子 没父没母的 我们把他寒心如虎养大 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他出这种事 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现在想的就是 把高宇 那我也就直说了 沈氏集团 不欢迎像他这样 游手好闲的废物 说谁废物 你说呢 哎呀 算了 算了 哎呀 沈大小姐是贵的 今天就先这样 到此了 终于可以解脱了 点击 好 喂 冯天忆 这次怎么反而主动找我了 我知道苏小琪是谁了 是谁 老地方见 好 什么事这么着急 非要见面说 不能电话里说 非常重要的事情 电话里不方便说 那你说苏雅琪到底是谁 她就是省市集团的股东 陈俊的女儿 陈俊 没错 苏家这些年 一直背地里和陈俊有所联系 所以在景城这些年 名不见经传的苏家 才能成为沈家的合作方 原来如此 这么说 他是想让陈家替代我 去成为沈氏集团接班人 我猜测也是如此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要和他结婚 我说过 我是有苦衷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 那是 你可以永远相信 冯天忆 照他这个说法 他并没有发现 我是假的 是南希 这我就放心了 小姐请 明天就是你的接任一室了 我想办一场慈善百业 在百业上 我亲自宣布这件事 好的 爸爸 姐 你怎么了 是有压力还是紧张吗 爸爸 你之前说会不同意的股东 是陈俊叔叔吗 你怎么知道 不过你放心 什么事情 老爸都听你搞定 陈俊叔叔 虽然是公司的老差 但只有百分之十的公分 翻不了天 是这样 那就好 爸爸呢 在盛世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 不是 南希 你以后有空 要记得常回来看看我要 那当然了 爸爸 明天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绝对不能 阿西 怎么了 你想什么呢 啊 爸爸 我只是刚刚在想 我明天应该穿什么颜色好呢 你说红色好吗 喜亲 我的宝贝女儿 穿什么都好看 明天就是沈氏的慈善晚宴 博夫会正式宣布 蓝希 接任沈氏请了 你说 我穿这件白色的礼服 好看吗 好看 好戏 就要开场了 沈蓝希 你还真好看 小姐啊 真是天生地质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穿上这套红色的衣服 相得一张 一定会咽牙全场的 那当然了 蓝希啊 从小就是没人披子 不过 她无论长什么样 她都是我最宝贝的女儿 爸 那我们走吧 王叔 给生 好的 喂 沈氏集团 董事长 沈柏山 来的千金 沈蓝希 已经到达今日 景城 沈氏慈善晚宴现场 让我们采访一下二位 你好 沈柏山先生 听闻你今晚将与 沈氏的女医 捐赠一千万元 与本市的医疗机构 请问是真的吗 是的 听说沈先生 之前一直有退休的打算 那今天您会宣布 董事长的继任人选吗 沈氏集团的副总 陈骏先生今天也在现场 未来的接班人 会是陈总吗 我们走吧 沈蓝希小姐 听闻你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与前不久发生意外的 留学生高某 是一个学校的 请问这件事 您有了解吗 国外留学生高某 您是否认识呢 对不起 我不知情 沈小姐 你确定不认识吗 沈小姐 现在大家都在等你 就打破 沈小姐 你们看 那就是沈柏山 和他的女儿沈蓝希 沈蓝希还真是个大美女 你说沈柏山 今天慈善我会的 目的是什么呀 听说是为了宣布 下一任沈氏集团的 接班人 那你知道是谁呢 就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怎么了 你以前跟爸爸来过 几次这种宴会 今天怎么不习惯呢 有点紧张 沈总你好 我是沈氏集团成立的 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张力 想到晚宴开始前 要跟您对一下 咱们今晚的慈善项目 您看方便 那爸 我去转悠转悠 一会儿来找你 这孩子 沈总 哟 南希 都这么大了 你是 不认识我了 我是沈峻的 你是陈叔叔 啊 这就是和冒牌过串通的陈总 听说 这沈博山打算把沈家集团交给你 爸爸确实有这个打算 可毕竟 我在沈氏集团工作了三十年 你这刚留学回来 怕难担大人吧 果然跟冯天忆说的一样 这就不劳陈叔叔费心了 爸爸相信我就好 你 大家好 我是本次慈善晚宴的主持人张力 也是由沈氏集团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 我宣布 本次慈善晚宴正式开始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有请沈总 沈柏山先生 沈氏集团呢 是由沈柏山先生一手创立的 也是仅成最大的地产公司 沈先生呢 也想借此次晚宴 宣布两件大事 沈总 不错 沈氏一直秉持 传递温暖 幸福的理念 在这里 我宣布第一件大事 是以沈氏的名义 向景城医疗机构 捐款 一千万 沈氏集团果然大 是啊 直接捐款一千万 难怪这么多年 一直是龙头企业 喂 冯天忆 了解 我接到飞飞了 马上过来 好 接下来 我将宣布第二件大事 那就是 沈氏集团接班人的人选 果然沈总要退任了 你们猜 会是谁 我听外面的媒体说 是陈俊陈总 那就是 我的女儿沈蓝 沈总 什么 陈俊 你们看 沈氏的副总 陈俊 你说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呀 沈总 我在沈氏集团工作了几十年 也是沈氏除了您之外最大的 想必 我是有些话语权的 是的 那我要说的是 我不同意沈蓝希 出任下一任沈氏集团董事长 这就藏不出狐狸尾巴了 你们的好戏我还没有拆穿呢 沈总 这蓝希虽然是您的亲生女儿 还毕竟刚刚留学归国不久 未经历名 私利上前 恐怕难担此大任 蓝希年龄上小 但我相信她的能力 况且沈氏集团是我一手创建的 交给我女儿 有问题吗 沈总 我懂您的意思 爱心情为人父母吗 不过 不如让蓝希先到集团来 从实习生做起 慢慢历练 来日再来担任这董事长如何 实习生 你 沈总 我和夫人也赞同沈总的意见 苏明辉 是苏家 沈总 咱们苏家仰仿着沈氏集团的扶持 才有了今日 本不该对你们的沈家大事 指手画脚 可是 咱们苏家和沈氏集团合着这么多年 看到沈总对沈氏集团 欧兴力学的付出 如果沈总想退任休息的话 不如让沈总来接任 也好让我们这些和沈氏集团的合作方 不至于胆战心心 担心以后混不上一口饭 你们跟沈总又是什么关系 竟然这样帮着沈总说话 你不要冤枉人 我们苏家光明磊落 空明磊落 是吗 苏家的意思 也是你们的意思吗 没错 我们跟沈氏合作多年 还是相信沈总的能力的 那是自然 有您沈总在 我们自然是信得过 不过 要让这个乳羞未干的黄毛丫头接任 我还真替沈氏担心啊 希望沈总听一下我们的意见 虽然我们是靠沈氏发家的 但是现在 如果沈氏没有跟我们合作 恐怕业务也很难开展了呀 这么说 你们几个联合成俊 今天晚上是 想逼宫了 沈总 可不敢这么说 您是我大哥 没有您 也没有我的经典 这逼宫啊 我们是不敢的 但是 这大家的意见吧 还是得听一听 沈氏集团是您的 这不还是大家的吧 很好 很好 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 那我也不用 铺念王日情谊了 看 这 是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怎么会 你以为这些年 我没有插手一线 就会被你们耍得团团转 你太小看我了 这里就是 你们这些年 与纯军合作中 所有的罪证 行贿他的证据 本来我想 曾志炎闭之也 毕竟是多年关系 但是今晚 你们妄图接管审市 既然你们不仁 那休怪我无疑 来人 把他们几个拖出去 休想再探入 审市集团颁布 爸说过 他会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他果然没有骗我 没想到 审市集团的副总 竟然会干贪污 这样的事情 是啊 刚刚还对审市 那么忠心耿耿 现在没话说了吧 陈总 不要 这么多年 我对公司勤勤恳恳 忠心耿耿了 这付出了我全部的心情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您念在旧情 放我一马 陈总 您大了大量 我们再也不干 是啊 陈总 求求你饶我们吧 我不想做了 放过你们 凭什么 你们和陈俊 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有你们 你们才是最过分的 你们和陈俊勾结在一起 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想要害我 苏家 他们用什么卑类手段 怎么害你啊 陈总 你为了布这一盘棋 真是费了好大的心思 别再演了 你说我不配当沈家的继承人 那你的女儿又是怎么回事 你把她安排在我的身边演这一场戏 还抢走我的男朋友 又顶着苏家女儿的身份出现在我的身边 到底有什么阴谋 安西 你说什么呢 我越听越活泼了 陈俊他 爸 我调查过了 苏雅琪就是陈俊的女儿 可是 陈俊 据我了解 你并没有女儿吧 什么 怎么会 爸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女儿就是你那天见过的苏雅琪啊 陈俊 你在胡说八道心什么 我哪有什么女儿 我就一个儿子 什么苏雅琪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沈总 在沈总是集团的错 我会承担责任 但是关于你 我毫不知情 沈默虚有的罪 我不认 安西 据我了解 陈俊确实这一个儿子 你刚才说的演戏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你们说 那个冒牌会究竟是谁 那确实不是我们的女儿 可跟今天这个事有什么关系呢 那只是 别再说了 这沈家大小姐 今天突然来我们家 会不会察觉到什么 是啊 今天他们跟邻居打听雅琪的事情 你说我们要不要跟陈幻家交代交接 别的暴露了 毕竟我们也是收入送托 得帮忙报道 这样你好 苏雅琪 是你 那是谁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是哪家的大小姐呀 我也不知道呀 你还想演到什么时候 这不就是你的好女儿吗 什么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不信你自己可以问她 难道陈俊真的没有女儿 那这个苏雅琪到底是谁 沈伯父 那日收入宴和您说过的话 您还记得吧 记得 果然如此 每天你找我爸在书房密谋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 那是 并不是 那天苏雅琪只是要恭贺你 接任 并且还给你一个惊喜 伯父 我是苏家的苏雅琪 你是兰西的初中好友 家父神你不是 听问伯父这次六十大寿 所以啊 特地让我带来一些贺礼 来参加生日宴 有心的有心的啊 想必啊 你以后 必定是苏家的接班人啊 苏家只是 沈氏集团下的一个小小承包商 听问兰西 如果接受沈氏集团的话 我们也跟着张广 我准备呢 在下个月的慈善晚宴上 宣布兰西 作为审时的接班人 就当是 她的接任仪式吧 那太好了 那我到时候 也会在接任仪式上 送兰西一份惊喜 还请伯父 暂时保密 好 南西 你怎么在 我刚想问你 雅琪在哪 她在哪儿 她怎么会好心给我送贺礼 况且她根本就不是真的苏雅琪 那她是谁 冯天忆说她是陈俊的女儿 可是陈俊根本就没有女儿 那她又被耍了 冯天忆 连你也骗我 陈总 她的确她的确不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女儿很早就去世了 那 我们只是受了这位姑娘的委托 调查一个真相 具体的情况 我想这位姑娘会亲自告诉我 我的确不是苏家的女儿苏雅琪 也不是陈总的女儿 你不是苏雅琪 也不是什么陈俊的女儿 那你究竟是谁 沈兰西 我说过我会在你的敬人典礼上 送你一份惊喜 现在 你准备迎接这场惊喜吧 菲菲呢 你不是去接她了吗 菲菲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难道 沈兰西 我就是吴菲菲啊 难道 你真的认不出你的好闺蜜 吴菲菲了吗 那怎么可能 你竟然是吴菲菲 是 我是吴菲菲 你真的认不出了吗 沈兰西 不是 我当然认识菲菲 我只是 只是 这么久没见了 所以 你是菲菲 是 我是菲菲 伯父 我来了 你之前不说你是苏雅琪吗 怎么回事 伯父 我知道您一定觉得很奇怪 不过没关系 一会儿 您就都知道了 你要是菲菲的话 那 沈兰西 为何认不出你 伯父 沈兰西一定经常跟你提起过我 我跟她 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她跟我说过 她从小 母亲去世的早 您把所有的爱都给她了 她跟我说 有您 她很幸福 是啊 沈兰西这孩子 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我不想她童年不完整 所以呢 我能把我能给她的一切都给了她 就是为了弥补她 是啊 伯父 你把兰西教育得很好 她一直都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我记得她喜欢吃甜食 喜欢看书 喜欢参观博物馆 最喜欢的电影是 哈利波特 但最重要的是 兰西 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 不错 你真的是非 兰西 那 这是怎么回事 爸 我 刚刚一下发生了好多事 我还没反应过来 菲菲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居然变得这么漂亮了 你刚刚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是什么惊喜啊 我提前回国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在你身边 这难道不是惊喜 菲菲 你抢走冯天忆 还假扮苏雅琪 是给我的惊喜 对 我还有一份更大的惊喜 要准备给你 伯父 抱歉 这场接任仪式 恐怕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我不能对不起 沈兰西 这什么意思 你心眼中了吗 菲菲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是真听不懂 还是在这影 是 不 我应该称呼你为高略 菲菲 你在胡说什么 你最近是不是戏眼多了 什么 高略 高略是谁 高略 这不是沈兰西吗 对呀 难道沈大小姐有双胞胎不成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高略是谁啊 跟沈大小姐是什么关系啊 我看是你演戏眼多了 连自己的本名叫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高略 是吗 菲菲 你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我 我就是沈兰西啊 你这张脸 确实是沈兰西 很完美 不过 不过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你演的这首戏天衣无缝 可是你别忘了 在你面前的 都是最爱沈兰西的几个人 所有的阴谋 在爱面前 都无所遁形 高略 你到底把真正的兰西怎么了 你说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沈兰西 我不会认不出我深爱的女人 深爱 笑话 那你会娶别的女人 你就是个变了心的男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根本就没有变心 没有 那你倒是说呀 说你为何娶了别的女人 既然你什么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沈兰西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不懂 她与我而言 到底又为了什么 一杯美食武堂骑兵 好巧 你也喜欢这个 那个 你也经常来这家咖啡厅吗 对啊 这是沈氏集团的咖啡厅 你也经常来吗 你 你是 我是沈兰西 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 冯天忆 冯天忆 怎么了 南希 我 我喜欢你 从咖啡厅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是沈家大小姐了 可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喜欢你的 我知道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也可能会拒绝我 但这都不重要 我只想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告诉你 不留下遗憾就够了 傻瓜 谁说我不愿意了 你是说 你愿意了 太好了 你们什么意思 她 她不是兰西 不是的 爸 我就是沈兰西 你们到底怎么了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自从你回国 我见到你的第一面去 我就知道你不是她 你根本就不懂 和南希这些 到底经历了什么 南希 南希 冯天忆 南希 你怎么了 我坐飞机太累了 在飞机上睡了一路 有点懵 来 给你 走吧 南希 你到底怎么了 我答应你 会带你出国前 最爱的贝贝 来一起接你 你从前最宝贝她了 怎么今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是 我最深爱的南希 冯天忆 你 南希 好了 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我 所以特意 没让我爸来送 让你送的呢 我知道 沈伯父那边 我会处理 这几年 我一直在努力 虽然我们冯家 还比不上你们沈家 但也是景臣 能排得上家族的前二了 一言为定 我这次出国 也是为了更好的 接任沈氏 学习一些金融相关的知识 对了 这个贝贝 是我的亲闺女 就留给你了 免得你太想我 好 等你回来 我带着贝贝 一起来接你 南希 等你回来 去吧 拜拜 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我到了 累死我了 你呢 已经睡了吧 没呢 没你的消息 哪放心睡啊 放心好了 我已经安全到宿舍了 对了 我有个华人室友呢 这么快就交到新朋友了 那是 他叫高月 也是景臣的 你说巧不巧 天忆 怎么了 南希 在干嘛呢 跟我来查岗啊 你看 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高月 哎呦 你们可别给我贵狗粮了 好吧南希 那你先去上课吧 我挂了 好嘞 拜拜 这你男朋友啊 是啊 你男朋友对你可真上心 真让人羡慕 不像我 没人会喜欢 高月你说什么呢 你也一定会遇到喜欢你的人 我们走吧 三月 待过一个月我就要回国了 我买了三月二十号的机票 太好了 我去接你 哦 在回国之前啊 我准备去山里露营一次 还没有好好玩一下呢 露营 跟谁 不会有事吧 还是在山里 和高月啊 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过的 高月 好南希 那我先挂了 您拨打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南希说是爬山 这都一天了还没接电话 该不会出什么意味了吧 天忆 我回学校了 山里面信号刚看见你的消息 没事就好 早点休息 南希真的没事吗 南希 南希 冯天忆 南希 你怎么了 我坐飞机太累了 在飞机上睡了一路 也有点懵 来 给你 走吧 南希 你到底怎么了 我答应你会带你 说我先最爱的贝贝 给你洗心你 你送前最宝贝他了 怎么今天 到底不是有什么 飞飞 喂 南希是不是出事了 他这几天很反常 我买了明天回国的机票 我明天去找你 南希已经回国了 可我总觉得 他不是南希 这么说 你是和我的好闺蜜 吴飞飞 串通一伙来骗我 你忘了一个人 你是说 叶燕成 没错 高月 你忘了吗 那天我们三人吃饭 你说 毕业前和同学去爬山 你所说的那个失踪的朋友 其实才是真正的沈南希 原来那天的饭局 是你和叶燕成有意安排 我还真是低估你了 早知道你会和叶燕成勾结 没想到是为了今日 你不但要抢了我的男朋友 还要抢了我的身份 不过 他是要让你失望 我的确是和朋友去爬了山 不过前两日 新闻已经播了 失踪的遗体 是高月 什么 兰希 怎么会 爸爸 不是的 这个女人是想害我 你面前的就是你的好女儿 沈兰希啊 你还要狡辩 这段时间为了接近 我扮演苏家已经去世的女儿 苏雅琪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认出来 我是吴飞飞 后来我要偷偷联系 叶燕成安排同学聚会 就是为了给你上钩 果然如此 我就是好奇 叶燕成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吗 他为什么要帮你 的确 叶燕成的确默默喜欢这身心 什么 你说兰希很有可能被人杀害了 是 这次回国以后 我发现他和乙鞋完全不一样 前段时间 兰希跟我说他要和朋友去爬山 失联了好几天 等到再联系我 是跟变了个人一样 会不会中毒发生什么意外了 再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是啊 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看这个 爱过某女的学生 与有人迈出爬山后失踪 这今下落不明 这回是谁啊 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事实就是这样 兰希他完全变了 他连他最爱的小熊都不认识了 而他 他好像对我也没什么感情了 这怎么可能啊 你们两个感情 不是一直都挺好吗 我还听说 他这次回国 你要跟他结婚呢 是 我原本等他回国 就跟他求婚了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他原本就是沈家 高高在上的沈家大小姐 我什么也不是 他为了怕他爸发现 一直瞒着 我拼了这么多年 终于出人头地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把他娶回家 别难过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上到你 需要你 你说 苏雅琪 可行吗 嗯 苏家是沈家的合作方 而且苏雅琪是我们的初中同学 但是在前几年 他就突然离世了 这件事情很少有人知道 我也是听家里人说 那我才知道 嗯 那就麻烦你 组这次同学聚会 不会的 也是时候 我举办同学聚会 反正一下 经济验证一下 沈兰西 你真的不是以前的沈兰西 好 那这件事 就拜托你了 只不过 沈兰西从来没想到过 同学聚会 他这次会来 我和天忆已经想到办法了 嗯 有了苏雅琪这个身份 对 他一定来 你是说 让我们配合你演出戏 是 我知道这很唐突 可是 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孩子 我也失去过女儿 失去过挚爱的人 我们愿意帮你 多谢 就算是这样 你们又怎么知道 我不是真正的沈兰西 燕燕成呢 他做了这么多算计我的事情 怎么了 躲起来不敢见我了 谁说我不敢 燕燕成 你还真来了 你还真敢来啊 你说我要算你 你错了 我根本就不会算计 真正的沈兰西 你 你什么意思 我每年都会组织同学聚会 目的就是为了 看沈兰西里 这么多年了 沈兰西只参加过 这一次同学聚会 我满怀心情 结果却发现 你根本不是 我想见到那个沈兰西 所以 开提位那天 你就怀疑了 我就先走了 好久不见 谢谢 只不过 是我认识的 是个星 小年是国库的社会 的 安心 你累一天了 连他重见我吧 没有了 燕成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真是满了 挂了 我以前都没啥打你跑腿的 你还记得吗 都中的时候 你一直想吃 很多小门夫的那个冰淇淋 还是都是我帮你买 我记得 要不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就当报销这几年 你给我送冰淇淋的跑腿费了 好 一言为定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这边正好有些事情需要忙 我就不送你了 OK 拜拜 蓝鲜 上初中的时候 你为一天 我从来没有给你买过冰淇淋 这些你都忘了 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 沈蓝鲜 她都真的被杀害了 喂 我跟您 喂 聂业长 我和沈蓝鲜去了苏家 你们去了苏家 你们说的对 这个沈蓝鲜有问题 我们不能让真正的沈蓝鲜 王子 对了 她发现了苏家 还藏着苏雅琪的照片 明年我们会提前整个 所以华茂商城那天 你的总容报告也是假的 估计如此 就连商场那次偶遇 也是假 快看 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好好准备准备 完成这场偶遇 还好一言成提前告诉我们了 不然就被她发现了 幸好我们提前伪造了这份整个报告 希望一会儿没被她发现 好 走吧 原来在那个时候 你们就已经串通好了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真是好笑 原来在那个时候 你们就已经串通好了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真是可笑 起初 吴飞飞和彭天宇告诉我 说沈兰西死 我不敢相信 我说我一定要去同学会去亲自验证 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 一个亲手 把自己养大的父亲的生日都不记得的人 怎么可能是沈兰西 什么 我的生日 兰西 你真的不记得吗 不是的 爸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你的生日呢 你还记得吗 我提前两天还去看望您了呢 高月 事到如今 你还不敢承认 我承认什么 承认你们费尽心思来害我吗 我们是费尽心思 可我们这么做 都是为了沈兰西 因为她是我们都爱着的人 我亲眼看见高月掉下山崖 也因为这件事受了很大的惊吓 常常睡不好 做噩梦 所以常常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 你们说的这些 也证明不了什么 你确实伪装得很像 就连相貌都跟沈兰西一模一样 可是真正的沈兰西 她会忘掉自己爱的人 和她最好的朋友吗 我还没来得及跟沈兰西说出口 其实 一直喜欢 沈兰西 他们说的都是 真的吗 你究竟 是不是兰西 我只觉得 这段时间 你跟我疏远了不少 你回过一个月 只回来 看过我两次 你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不是吧 我就是沈兰西 你难道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吗 作为夫妻 相信自己女儿 是应该 可是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那是你 爸 你难道听了外人的话 就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了吗 他们是想害我呀 爸 你忘了吗 八岁的时候 你想给我找个后妈 你第一次带我见那个阿姨 一共不喜欢她 就偷偷整她 还把她的口红都掰断了 你不仅没有责怪我 反而还把阿姨赶走了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没有再婚 就是因为这件事啊 这件事情 只有我和兰西知道 难道 你真的是兰西 爸 我真的是兰西 怎么会这样 这件事 南西都没有跟我说过 还有你 你说你是吴飞飞 你又有什么证据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又使了什么手段 拿到了真吴飞飞的微信 在这儿跟我装神弄鬼 贝飞跟兰西是多年的好友 我跟兰西在一起这么多年 自然是人事 冯天爷 你一个这么轻易 就被人挖了墙角的前男友 现在还敢在这里 跟我装深情 你们分明就是一伙的 我没有背叛兰西 是吗 我回国不到一个月 你就着急甩了我 难道不是背叛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又怎么会这么着急 来参加我跟兰西的婚礼呢 我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你也发现不对了是不是 南西都好像变得个人 这几天 我看到那则留学生失踪的新闻 我心里一直很不安 我也是 南西跟我说 他跟室友去爬山露营 我给他发了好几天的消息 他都没有回我 后来才回我 是态度冷漠 像陌生人一样 我知道他回国了 所以想赶紧来找你问问 南西告诉我 他是跟他室友高越一起去的 有没有可能是高越 学校那边我已经问过了 警察去了 说是失踪了 是南西的室友高越 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高越 我也只是猜测 没有证据 我们做了真假 得让他露出破绽 我有办法了 分手吧 我才刚回国一个月 你就要跟我分手 对 我想好了 好 你别后悔 本小姐可不吃回头草 如果你真的是沈安西 就可知道 我又怎么会和你分手 我们说好的 等你回国 我们就结婚 冯天忆 没想到你故事讲得不错 我都差点要被你感动了 可是 说了这么多 你有什么证据吗 你对我沈安西的爱 也不过如此 你闭嘴 你不要再说自己是安西了 你就算你 能整成她的模样 在其他地方 也比不了一分以后 你 我说我是沈安西 我就是沈安西 你们别忘了 你们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我是高月 证据 如果我们刚刚说的 都不算证据 那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托高家 去找警方要的 说呀你 这片 抱歉 伯父 这些照片 本来不应该给 但是现在 怎么办 你们去过高家 不 不可能 高家对高月 这个养女 根本没有感情 怎么会需要 高月的遗体照片 的确 的确 高家确实丧尽天阳 对高月不问不问 但是他们的建签开 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点钱 作为死者建设 他们自然 欣然能承续认 这谁呀 今天什么日子 来一个又一个的 哎呦 谁呀 怎么随便进别人家门啊 你们这是高月的父母吧 我是他的朋友 现在高月的遗体找到了 麻烦你们先进去认理一下吧 我们去认理那会去玩家干嘛呀 他是我们领养的 不是我们亲生女儿 哎 你们凭什么支持我们去啊 哼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高月死了 我们家高姓还来不及呢 你们就这么没良心吗 好歹也是一手养大的 对高月就这么不问不问吗 哎 我们还去如何 把他抚养成人 已经人之一尽了啊 现在他自己出这种 打灭的事 还想赞上他我们高奖 我们赌我还来不及呢 不用废话了 就有一百万 那你啊 赶紧归你 好受 好受 这就是照片 都在里面 我的钱呢 这就是一百万 拿来赶紧滚 这就是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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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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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 是兰西 是我 是她 是兰西 就是兰西 虽然现在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别叫我爸 同志王叔 现在立刻到警察局任你一提 不要做DNA鉴定 DNA 不 不可以 高远 你别生气 你别生长了 你别生长了 你说 你说 谁说我杀了她 她自己 氏族掉下山去的 又怪得了谁 你 胡说 明明是你主动 对的那些怕山 还提前买好了姐妹装 一切都是为了掩盖真相吧 好提前让别人第一 尸体就是高远的 这一切 都是你的阴谋 我提前买好姐妹装又如何 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 是我把她吞下去的吗 我好心要给她拍照 她自己走到山崖边 失足掉了下去 怎么能说是我杀了她 高远 事到如今你还在死里 你看 这是 这是什么 那天正好有目击证人 在山上录营 本来想记录风险 却无意中发现你杀人的一幕 这些照片 她已经提交给当地警方了 相信很快就会真相大白 这不可能 当时明明没有人跟我在一起 怎么可能有人拍到我推了她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杀了她 你终于亲口说了出来 不 不是的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们别想诃骗我 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 这些话 你留给警察去说吧 看来 是我输 高远 你为什么要这样 南希把你一直当成好朋友 你为什么要杀了她 高远 她把我当朋友 她只是可怜我罢了 沈家大小姐 怎么会跟我这种 无父无母的孤儿当朋友 你是孤儿 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 可以离开孤儿院了 院长 你确定这个孩子 父母双亡吗 确定 没有问题 那就好 我就怕日后 再起什么纠纷了 既然她无父无母 那就无所谓了 这孩子 看着老实 以后会听话的 这样咱们不愁门 咱养老了 如果是个儿子 就好了 那就给这孩子取名 叫 高远吧 小孩 小孩 孩子啊 你难道还想在孤儿院 待上一辈子吗 现在好不容易 有人让你一样的 还不赶快跟着别的爸爸妈妈走 我不想待在孤儿院了 我不想待在孤儿院了 我不想待孤儿了 我要离开这里 我们几几次城市 摸摸畅畅 洗个衣服这么慢 衣服实在太多了 竟然每天突然得花好几件 还有爸爸妈妈的 就你话多 管你养这么大 也被衣服的洗过敏感 没用的东西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干什么去了 就知道瞎玩 去啊 给我倒杯水去 我没玩 那你去干嘛去了 算了算了 我们也不想听 赶紧呢 去把衣服洗了吧 我想去国外留学 刘 刘许 高玉 你疯了 哼 刘许有什么用 回来了还不是在家里 端茶倒水洗衣做饭 去去去去什么去啊 你知不知道把你养大 花了多少钱呢 现在还想让高家花钱送你出国 做梦啊 可是我已经拿到路 去通知书了 不要 去什么去 现在没了 你拿什么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还好勤工锦学攒够了学费 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高家 用逼了 我们是一个宿舍的啊 嗯 太好了 我们都是华人 而且都在国外留学 你老家是哪个地方的呀 景城 景城 我也是 我叫沈兰西 我叫高月 哎 听说了吗 咱们班还有几个华人 这其中一个 就是这景城沈氏的千金 沈兰西 沈氏 就是 景城的那个龙头鞋 那是沈江菜小姐沈兰西 你在哪呢 哎 就在那呢 哇 原来她也是沈兰西啊 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 长得也太漂亮了吧 是啊 哎 不过 你看她旁边那个姑娘 未免也太仔细了吧 你说这沈大小姐 干嘛和这种人形影不离啊 和她交朋友 未免也太反串了吧 就是啊 那是咱们班高月吧 也太寒酸了吧 听说 高月是咱们班唯一一个 勤工俭学才能来游学的 你别管她们 你们瞎说什么呢 小心我告诉老师 不敢了不敢了 是啊是啊 沈兰小姐 我知错了 知道就好 沈兰西 你这是 放心吧 有我在 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 沈兰西 你是帮我吗 可难道我只能一辈子 活在你的保护和你的阴影下吗 早上那些人说的话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可是他们说的没错啊 我就是个穷鬼 你是沈家大小姐 怎么会跟我做朋友呢 那又如何 我交朋友从来不看有没有钱 只看是不是合得来 我跟你怎么可能会合得来 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 而你周围都是爱你的人 你可以轻轻松松就得到所有人的爱 高月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妈妈 我也没有得到过母爱 你也没有妈妈 嗯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去世了 后来爸爸想给我找个哄妈来着 但是我看电视上 那些哄妈都太坏了 所以我一直都很排斥这件事 有一次我爸爸还带回来一个漂亮阿姨 我就在背后偷偷整她 有次趁她不注意 你猜怎么着 我不知道 我把她的口红全摆断了 你说我幼不幼稚 但是我爸爸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后来再也没有给我找过哄妈了 你爸爸对你可真好 我虽然没有妈妈 但是我有爸爸全部的爱 你虽然没有爸爸妈妈 但是我想 你一定会遇到爱你的人的 一定会的 为什么 就我不能拥有家的温暖 来一杯 珍重点啥 这不是高月吗 怎么又交不起学费了吗 在这打工呢 你跟沈兰西走得这么近 怎么不管她要啊 不计沈大小姐 心里也觉得丢人的狠 跟你分配到一个宿舍 真是晦气 怎么了 不开心 我爸妈又找我要钱了 我这个月宿舍费 都是我去打工才攒起来的 我这还有钱 你拿着应急吧 这我不能收 拿去吧 我又不缺钱 你看看 我今天新买的裙子 好看吗 是啊 你是大小姐 当然不缺钱 好看 不过应该挺贵的吧 不贵也就三万多 呃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事 沈兰西 费事 我哪里不如你 为什么连你也高高在上的对我 马上就可以回国了 终于可以见到爸爸了 还有天忆和菲菲他们 好想他们呀 诶对了高月 你回国以后想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家世 我可能啊 就是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不像你 一回国就可以接替舍赐集团 我都看见新闻了 高月你说什么呢 家世又不是人可以决定的 相比之下 我更羡慕你呢 你聪明 善良 而且成绩也一直是全班第一 可我更羡慕你啊 这几年都活在你的阴影下 我已经受够了 艾兰希 我们来一次毕业旅行吧 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姐妹装 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可以穿上 毕业旅行 还是姐妹装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 去阿尔山录营吧 好呀好呀 我还从来没有去录营过呢 沈兰希 沈兰希 你还真和平 高月 爬山好累啊 我们在哪里录营啊 那边人少 录营空间大 我们去那边吧 那儿吗 好 走 唉 终于到了 高月 我们开始搭帐篷吧 好 沈兰希 我杀了沈兰希 沈兰希 对不起 你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什么都有 而我什么都没有 别怪我 我想要你这张礼合就 沈兰希 沈兰希 果然是你 害了沈兰希 我的兰希 我的女儿 为什么沈兰希死了 你们都这么痛苦 而高月的死 却无人问津 高月 你自己自欺自欺 又怪得了谁 说吧 事到如今 你是如何瞒过警方 瞒过身边人 一直隐瞒至今的 还有 你这张脸是怎么回事 我这张脸 没错 是我故意整成这样的 如果被人发现 应该怎么办 沈兰希 让我代替你在这个世上 活着吧 冯天忆 他就是沈兰希的那个男朋友吧 天忆 我回学校了 山里人信号 刚看见你的消息 你别担心 我马上就要回国了 等我 就是沈兰希的那些 你呢 我呢 你呢 我呢 你呢 你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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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天啊 趙 阿沛辛辛苦了 我给你饱了 烧心多阶时行 你太好了 烧心了 今天怎么办 是吗 好呢 我记得今天 不知道 是吗 我记得 早前 我记得完了 是的 Yes Are there any clues? Gao Ye is about the same head as me When she disappeared, she was wearing a white jacket This is it I got it What evidence is there to prove that Gao Ye went missing yesterday? I have a WeChat message from Gao Ye Recording a private mountain appointment You see? I see And you can also check Gao Ye's communication records I can provide her phone number Okay, I got it We will do our best to find you If you got any information We will inform you Gao Ye's family immediately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night 家屬? Gao Ye怎么可能还有家屬? 是飞飞 你真没办法 我 没 是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不开心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爬山遇到什么事情了 没事的 已经回学校了 不要担心 是啊 明天就要回国了 我就可以摆脱 Gao Ye's 我就可以摆脱 Gao Ye's 沈兰西 还真是谢谢你 兰西 明天机长见 糟了 是冯天忆 我该不会露线吧 信号 之前在沈兰西手机里经常看她的照片 她应该不会这么快就认出来我 沈兰西 我真的很羡慕你 你连死啊 都让我羡慕你 高月 你坏事做尽 如今也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很快就到 你向警察坦白你所有的罪过 我不后悔 我这辈子 只有当沈兰西的时候 才感受过一点点负爱 我已经很知足了 沈兰西说的没错 有这么多人爱她 她的确很幸福 你不信的人生 不应该有别人的人生来去填补 高月 你本可以不这么做 你这都是偷来的 有人来信你 他也回不来了 走 谢谢 我会做到 哈哈哈哈 希望他也回过来 好 我说 好孩子 好孩子 谢谢你 我告诉我 我们给你钱 先拿去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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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来了 啊 啊 啊 是小姐 咱们呢 伯父 南希的DNA鉴定 出来了 的确是南希 南希 爸爸来看你了 伯父 如今真相大白 南希也可以安息了 是的 山儿南希 我们终于为你报了仇 高月已被神之以法 希望你在那边 过得快乐 继续当个美好的小女孩 菲菲 多亏有你 找到了目击证人 不然 还真不可能将高月省之以法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目击证人 那些照片 是我找人伪造的 高月当时心里有鬼 根本就没有仔细看 就承认是自己推了南希 杀人凶手 都是经不起考验的 原来是这样 不过总算也是真相大白了 是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 南希他 南希 我们终于为你报仇了 我说过的 你可以永远相信我 这是我答应你 送你的戒指 可惜太迟了 南希 他会知道的 他一定会知道的 谢谢你们 我们走吧 好 好 感谢观看